日本是岛国国内资源匮乏,二战时期虽然人口较少,但它的军事实力却很惊人,甚至媲美美英苏德被称为一流军事强国。 尽管日本是二战中主要的军事强国之一,但从整体上来讲,它比美英苏德这些超级强国要弱很多。 首先,日本工业基础、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都要逊色得多。 其次,二战一开始,日本很快打光了家底,以至于后期的装备上落下了一大截,所以日本底子薄,最后便是因为超级强国美国。 中日战争的节奏基本都是美国人的掌控,美国仅仅掐着日本的经济命脉,最终日本被美国以强大的国力托死。 其实,日本在二战未开始前就做好了准备,他们一直有心培养自己的军事能力,甚至在小学课堂就已经开始对孩子们进行军事教育。 除此以外,日本还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军役制度,最重要的是日本未能建立一个军事强国, 于是,用尽各种办法来增长人口,当然,最终的效果也很显著。 二战初期,日本军队数量就已经打到了400万人,到二战结束,日本一共动用了900万兵力,这个数字确实是太庞大了。 如果说日本最怕哪个国家,我想除了超级强国美国外就是苏联了,尤其是苏联女兵们。 日本兵怕苏联女兵,并不是因为战场上女兵们有多勇猛,而是因为日本战败后被女兵们折磨胖了。 二战后,苏联俘虏了60万日本兵,对于当时男女比利失调的苏联来说,这是送上门的大餐。 俘虏们除了白天要干苦力活,晚上还要受女兵们欺负,他们为了能够活下来,无底线地讨好苏联女兵。 据幸存下来的日本战俘回忆说,她宁愿死在战场上,也不愿在苏联,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,都遭受了极大的创伤,成为一生都抹不掉。